一中天 中华史 下秋年 第七卷 秦并天下 第三章 项羽争雄 佩宫入秦 刘邦是秦二世三年十月进入咸阳的 这事说来话长 项梁兵败被杀后 楚怀王迁都彭城 召开联席会议 决定西晋攻秦 同时与诸将约定 谁能够最先平定关中 谁就是那里的王 怀王这话 口气太大 此刻 诸侯还很弱小 暴秦还很强大 张寒的气焰也还很嚣张 哪里谈得上先入定关中者望之 就算能 也是欺货或风投 因此 响应号召的只有项羽和刘邦 而且 态度最积极的是项羽 他说 我去 我和佩宫一起去 怀王手下的老将却另有看法 老将们说 项羽这人太彪悍也太残忍 所到之处 无不烧杀略抢 杀人如麻 上次图乡城 竟然一个活口都留不下 后来又图成阳 秦的人民已经被欺压得够苦的了 岂能在雪上加霜 不如派一位忠厚长者 服役而息 以人抗暴 说不定能人定天下 他们的看法并不错 后来项羽屠烧咸阳公事 所过无不残破 秦人大失望 便是证明 那么刘邦呢 刘邦当然也不是什么忠厚长者 项羽屠成阳 他就是帮凶 但他的作风确实跟项羽不同 刘邦入秦后 不但秋毫无犯 就连当地民众送来劳军的酒肉也都统统必还 刘邦说 必军粮草充足 不敢破费大家 这实在让人惊喜 更让秦人喜出望外的是 刘邦宣布废除秦帝国的所有言行俊法 刘邦说 各位父老乡亲 过去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现在与诸位约法三章 杀人偿命 伤害罪和盗窃罪判刑 仅此而已 请大家放心 我刘继是来安良除暴的 不是来势强凌弱的 瞎住 这就是成语约法三章的出处 不难想象 当时的民众肯定是一片欢呼 对于秦的官员 刘邦也没有进行报复 秦王子英被妥善安顿 各衙门的立员也照样办公 人民群众更是安居乐业 于是秦人唯恐佩功不为秦王 那么 刘邦的成功 当真是忍者无敌吗 也是 也不是 至少不完全是 事实上 刘邦进入咸阳宫时 原本是不想走的 那么多的奇珍异宝 那么多的美食佳肴 那么多的漂亮姑娘 哪一个不是他刘邦朝思暮想 垂涎欲滴的 想当年 他到咸阳服役 看见秦始皇 就曾说过 大丈夫当如此也 现在可以如此了 岂有不尽情享受之礼 因此 凡快劝他出宫 他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还是张良说服了他 张良说 秦王就因为贪暴无道 秦王娇奢淫义 银才得以入秦 因此 我军胜利之后 必须反其道而行 秦暴则我仁 秦滩则我减 万万不可死于安乐 请佩公听从凡快的建议 刘邦也想明白了 这会儿天下未定 政权不稳 还不是享受的时候 于是退出秦宫 还军坝尚 即今西安市长安区白鹿园 因地处坝水西部高原而得名 而且 他干脆大放潇洒到底 连劳军的酒肉也不要了 这其实正是刘邦的优点 是啊 刘邦这人既没有高尚品德 又没有一技之长 凭什么最后成功 富有天下 因为他识好歹 而且一旦他接受意见 甚至会做得比你想要的还到位 正是靠着这一点 他步步走向胜利 也正是靠着这一点 他网罗了众多人才 比如利益姬 跟宽通一样 利益姬也是纵横家 纵横家都是要靠三寸不烂之舌 为肖雄们出谋划策 翻云覆雨的 但利益姬看不上项羽 却喜欢刘邦 所以 刘邦路过他家乡羔羊 他就去求见 刘邦问看门的 来的是个什么人 看门的说 看起来像是读书人 刘邦说 不见 老子忙着打江山 见什么读书人 看门的如实回报 利益姬两眼圆瞪 一手按键说 滚回去重新禀报 老子是羔羊九徒 不是什么读书人 瞎注 成语与羔羊九徒集出自此处 看门的吓得名片都掉在地上 连滚带爬回去禀告 刘邦便请利益姬进来 利益姬进去时 刘邦正大大咧咧坐在那里 让两个女孩子给他洗脚 利益姬也不下拜 而是拱拱手说 足下千里迢迢 是专程来助大秦一臂之力的吧 刘邦勃然大怒 破口大骂说 放屁 天下同心 苦秦久矣 这才有诸侯联盟 谁他妈的帮助报秦 利益姬说 要灭秦 就不该以这种态度见老先生 刘邦是实用主义者 变脸比变天还快 他马上起身穿好衣服 请利益姬上座 再三道歉 然后问策 利益姬的主意是拿下陈刘 陈刘集今河南省开封市陈刘县 春秋时期原本是郑国的刘役 因为被陈国兼并 所以叫陈刘 陈刘是交通要道 又是天下粮仓 刘邦在利益姬的帮助下占领陈刘之后 果然获得大量粮草和武器 变得兵强马撞起来 在陈刘招兵买马 养精蓄锐后 刘邦西进到洛阳 这时 张良陪同韩王韩成也来到刘邦军中 韩成留守扬敌 张良则跟随刘邦一起南下 攻克渊城 然后向西北挺进 攻破武关 兵临摇关 这就到了关键时刻 刘邦的打算是用两万人进攻摇关 张良却反对 张良说 现在秦军仍很强大 不可轻敌 摇关的首将是屠夫的儿子 而士快总是要算计的 因此不如多设宜兵虚张声势 然后让利益姬带着贵重礼物去讲价钱 利益姬也果然买通了摇关的首将 那首将甚至还愿意与刘邦和兵攻勤 张良却不敢大意 在张良的建议下 刘邦成其不备 一举大破秦军 攻下摇关 摇关是秦都最后的门户 摇关失守 刘邦就顺利北上 从蓝田直逼咸阳 同时下令沿途不得略抢 这时 秦军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 紫英除了投降 别无选择 这就是团队的功劳 刘邦的团队好 运气也好 他的入秦可以说是减了大便宜 因为巨鹿之战时 秦朝廷吸起兵易张寒 帝国的主力部队都在巨鹿 反秦战争的主战场也在巨鹿 没有项羽在巨鹿的奋战 大秦实际上是不可能灭亡的 现在 胜利果实怎么就成了刘邦的 这口气 项羽无论如何也咽不下 他甚至还因此跟淮王结下梁子 后来他谋杀楚淮王 也因为有此积怨 是啊 如果当初淮王派自己攻秦 哪有刘邦什么戏 但此刻他首先要对付的还是刘邦 正好刘邦也犯了错误 他听从一个小人的主张 派兵把住函谷官 以为这样一来官中就是自己的了 他根本没想到 鹰部轻而易举就破了官 项群蜂拥而入 驻军鸿门 与刘邦的驻地霸上不过四十里 当时 刘邦军号称二十万 其实只有十万 项羽军四十万 号称百万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局势 傻子都能明白 刘邦只好去赴鸿门宴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这回当中是没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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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是 感谢观看